今天我們討論這對 Adidas Harbin Vol.3 大家好 又是我的Coach Fui 今天又是我討論鞋的時候 又是我的節目 又是今天為大家做鞋瓶 今天我們討論這對 Adidas Harbin Vol.3 好 這一雙鞋 第一件事 我很久沒穿過Adidas 因為2009年我穿Adidas的時候 我就是斷了我的左腳ACL 就是前十字印帶 之後我都好像對Adidas免疫 今次是我這麼多年來 第一次買Adidas的鞋子 為什麼會買這雙鞋呢 第一就是想幫大家做鞋皮 第二件事就是 Harden這雙鞋我自己都很想試 因為我是有 例如你說籃球鞋 我真的很少買Adidas籃球鞋 剛剛說過沒有買過Adidas籃球鞋 但是出街鞋 要走在潮流旁邊的關係 都買過一雙Ultra Boost 買完Ultra Boost之後 發覺Boost的底部 真的很舒服 所以到今天為了試鞋之下 我特意買了這雙Adidas Harden Vol.3 先說這雙鞋 第一,低筒的設計 真心說 我經常跟很多學生說 其實如果三十多歲後 盡量不要穿那麼多低筒鞋 為什麼呢 低筒鞋是靈活的 因為它沒有了這部分的保護 腳腕的扭動性自然強很多 但是如果你本身不是一個打得很密的球員 假設你記一下你中學的時候 一個星期打多少天 再想一下今天你打多少天 那你就明白為什麼 不要穿那麼多低筒鞋 如果我們小時候 一個星期打五天 甚至七天 那你的腳腕的肌肉是強壯的 因為我們經常聽人說 美國做很多研究都說 低筒鞋的受傷機率 其實跟中筒鞋差不多 職業球員其實每一個都會紮腳 所以你說低筒和中筒 分別大不大 對它來說可能不是那麼大 如果你試過紮腳打球 你就明白 你穿低筒和中筒基本上一樣 反過來 如果你穿低筒 穿低筒是更健康 紮腳之後 第一它會令到你的肌肉平衡了 法力好了 也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我們說回這雙鞋 這次Harden這雙鞋 比起上一代 上一代我沒有穿過 因為我之前也說過 我對Editas的鞋 我沒有什麼信心 但是那天我買這雙鞋 我都試回之前那雙Vol.2 跟它比 Vol.2大家都有兩個救病 第一 雙鞋很重 真的很重 拿上手 是一雙飄馬那麼重 另外 第二個救病 就是它會脫爪 來到Vol.3 這兩樣東西 亦都是大大升級了 第一 整雙鞋偷輕了 沒有那麼多的材料 包括Boost的材料 官方說是薄了 但是我穿上去的感覺 那個避震並沒有減弱度 一樣那麼強 雖然說它的Boost是減薄 但是避震效果也差不多 其實我覺得好過二 第二件事就是脫爪的問題 在這一代最大的升級 就是它爪這個位 它加長了 後肘 這個位 是加長了很多的 亦都加厚了 其實很厚的 這個位 就是可以說 保護 我們那個Archillis 讓它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整雙鞋 整個外形 是比較偏直向的 直的 但是它的掌位 如果你看回上次Vol.2 其實你看到這雙鞋 好像是闊掌型 這次的雙鞋 偏直的 OK 但是呢 鞋底 它說鞋底 是比上一代再闊一點的 鞋型 它是直的 類似周型 但是掌是闊的 所以其實呢 這雙鞋買好程度上都八搭的 就算我闊掌 我穿下去舒服的 如果你是周型腳的 就是比較直一點的 你穿下去都應該有同一個效果 因為它在中間這裡 這裡有一條彈性的橡筋帶 類似Paul George的2.5 它也有一條貼 它是彈性的橡筋帶 所以呢 如果對我來說 我是闊掌型 這條帶一開始挺緊的 但是如果你是周型腳 一隻直的腳的話 你穿這雙鞋 它這條帶會幫到你收緊 在這雙鞋裡面 鞋面呢 鞋面呢 用一個新的科技物料編織 還有一件事 它在鞋頭腳趾弓這個位置 它有一個膠的保護膜 在這裏 那應該就是 在你走攬的時候 有時候 例如好像Harden的Ero Step 或者我抹闊著腳走攬的時候 OK One Two 的時候 有機會這裡會拖地 它也都可以保護到你的針跡鞋 沒有那麼容易爛 這個也都很貼身 好了 然後看回它 整雙鞋的設計 這邊很簡單 我覺得很簡單 很漂亮 就這樣三件 什麼都沒有 但是另一邊 就是羅馬數字13 大家都知道 Harden是13號 它在鞋舌那裏 有Harden的Logo 做得很仔細很漂亮 另外鞋舌裏 印了Lucky Lucky 我看回一些報告 因為Harden選了13號 他媽媽說 以前小朋友的語名叫Lucky 試想一下 如果你生了一個小朋友 小時候開始 好運仔 好運仔 挺有趣 好運 Lucky 因為Lucky 通常都是我們的狗仔名 鞋底方面 用一個最基本的魚骨紋 我一開始打球都已經是魚骨紋 到今天都是魚骨紋 當然中間有很多不同的鞋底 都出現過 但是魚骨紋 都真的 穿了這麼多年 都覺得魚骨紋 是穩陣 和靈活的 向前可以 向左右都可以 在鞋側外邊 其實它也加闊了 讓你走回的時候 有一個不錯的支撐和支撐 鞋底是一個Harden的Logo 後面的腳跟位 亦都做回弧形 這個很有用 其實 不知道大家打球 有沒有試過用腳跟 其實我們打球要用腳跟 用得多腳跟的話 其實你射球才會穩定 腳跟幾時用呢 有時候 其實我們會射球 一、二步的時候 你腳跟先落地 其實你個人射球就會比較穩定 可以試一下 下次你一、二步的時候 第一步 腳跟落地 左腳跟腳跟落地 然後你射球的時候 就會發覺 那個球會比較高 你試一下 整對鞋就是 現在我們外形上 就看到這樣 我實際穿了之後 感覺其實相當不錯 究竟脫肘的問題 又看看我們待會怎樣試 在這裡 我來不見 我來不見 我不會 你的偶像 誰 車子